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困扰全球的重大事件 技术故障导致大规模航班取消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周五 无数航空旅客因技术故障被困在机场 这次故障影响了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联合航空等多家公司的系统 导致航班大规模取消和延误 根据FlightAware的数据 美国已有超过2200个航班被取消 全球范围内超过3500个航班被取消 这次故障被归咎于网络安全公司Crowstrike的一次软件更新 那么 旅客该如何应对这场混乱 我们将探讨如何联系航空公司使用应用程序 检查附近机场的航班以及其他可能的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别节目开场 你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次广泛的技术 故障如何导致全球航空旅行的严重中断 以及下一步旅客应如何应对 这篇报道来自美联社 详细描述了美国和欧洲多个机场的航班取消和延误情况 让我们一同了解事情的缘由和影响 详细复述 在这次事件中 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如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联合航空 精神航空和中程航空的所有航班 在周五早上某些时间段内被迫停飞 原因是一系列关键系统的故障 包括登机和飞机重量计算系统 这些系统是飞机起飞必不可少的信息 这次故障的源头是网络安全公司Crowstrike发布的一次软件更新 这一更新向其企业客户的微软电脑发送数据 其中包括许多航空公司 根据Flightware追踪平台的数据 到美国东海岸中午时分超过2200个航班被取消 超6000个航班延误 全球范围内超过3500个航班被取消 这些数字在当天可能会继续上升 Crowstrike已经识别出问题 并正在修复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会迅速解决 数十万旅客被困 相关报道实时更新 指出全球技术故障不仅扰乱了航空旅行 还影响到了医疗和银行业务 旅行搜索网站Dollar Flight Club的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Jesse Nogerton表示 这次故障将产生连锁反应 至少持续几天 特别是在夏季度假高峰期 许多航班早已售庆或只剩少量空位 这使得航空公司在安置被取消航班的乘客时 面临更大困难 为应对这一情况 航空公司主动重新预定乘客的航班 但由于恢复需要时间 乘客需要采取更加积极和创造性的办法 Nogerton建议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并使用国际帮助台号码 以更快地联系到代理 同时乘客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航空公司 利用其应用程序获取最新的航班状态信息 虽然西南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表示 未受故障影响 但由于是度假季 这些航空公司剩余的可用座位数量也非常有限 乘客应检查附近机场的可用航班 并在必要时更换航空公司 长时间的延误和一些取消可能会持续到周末 乘客应经常检查航空公司应用程序 或网站上的航班状态 并在预定起飞时间前最多三小时到达机场 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应用程序 允许旅客查询机场的预估等待时间 背景分析 从技术背景来看 Crowstrike是一家知名的网络安全公司 其软件更新本应增强企业的安全性 但此次更新却导致了全球性的航空系统故障 这一事件反映了现代航空业对技术的高度依赖 以及在复杂系统中一次小失误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乘客应对策略 对于受影响的乘客 首先要做的是联系航空公司并积极寻求帮助 通过打电话 使用航空公司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 可以更快地获取信息和帮助 同时检查附近机场和其他航空公司的可用航班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被取消航班的乘客 美国法律规定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即使机票标注为不可退款 而在欧洲 根据EU261规定 航空公司需对取消或延误航班负责任 但特殊情况下有例外 全球影响 这次事件不仅影响了航空旅行 还对医疗和银行业务产生了影响 许多企业在选择网络安全服务时 需要更加谨慎 确保软件更新不会对业务造成巨大干扰 政府和行业反应 美国运输部长 Pete Batajik表示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系统和空中交通管制 未受影响 TSA的乘客筛查也是正常的 然而航空公司需要制定更完善的应急计划 以应对类似大规模技术故障 结语 此次广泛的技术故障 不仅是一次个别事件 也反映出了现代社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 未来 航空公司和网络安全公司需要更加紧密合作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乘客 适时了解最新信息 灵活调整旅行计划 是应对突发情况的最佳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了解更多关于技术故障 对全球各行业影响的信息 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未来 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 谢谢收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当技术故障导致航班取消时 旅客应该立即寻求解决方法 以减少对行程的影响 以下是一些建议和步骤 一、联系航空公司 自动重新预定 大多数航空公司会 自动为取消航班的乘客重新预定 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乘客应主动联系航空公司 以了解最新的航班状况和替代选择 打电话和使用社交媒体 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或者利用国际帮助台号码 以加快联系速度 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 如Twitter、X上 直接向航空公司发送讯息 许多航空公司 都有专门的社交媒体团队 来处理这些查询 航空公司应用程序 使用航空公司的官方应用程序 来检查航班状态 和获取最新资讯 这通常比机场的航班状态 显示更及时 二、检查其他选择 其他航空公司和机场 查看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或附近机场的航班 如果原定航班 无法及时重新预定 替代航班 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西南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 在此次故障中未受影响 但座位有限 及时检查 这些航空公司的航班情况 三、提前到达机场 长时间延误或取消的情况 根据航班重新安排的情况 航空公司可能会建议 提前到达机场 通常建议 在预定起飞时间前三小时到达 以应对潜在的排队和延误 四、退款与赔偿 全额退款 根据规定 所有被取消的航班乘客 有权获得全额退款 即使机票 被标为不可退款 这是法律要求的 通常会退还 购购票时使用的付款方式 其他费用报销 在某些情况下 特别是在欧洲 乘客可能有资格根据 EU261规定获得赔偿 然而 对于航空公司 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 这些规定可能不适用 美国没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航空公司自行决定 是否报销旅客的额外费用 如酒店和餐饮 美国运输部提供了一个仪表板 显示个航空公司 对这些费用的承诺 五、确认运输安全 空中交通管制和安检 根据美国运输部长 和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的说法 这次技术故障 并未影响空中交通管制 和乘客筛查程序 因此 在飞行安全方面 旅客无需过度担心 六、保持最新资讯 实时更新 持续关注航空公司 和相关机构的官方更新 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 和故障修复进展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社交媒体 和航空公司的网站 来获取及时资讯 通过这些步骤 乘客可以更有效地应对 由技术故障引起的航班取消 并尽可能减少 对旅行计划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们 这次技术故障造成的航班取消 真是让人抓狂 但航空公司也不是故意的 他们已经在努力解决问题 并重新预定航班 想一想 如果你是航空公司的员工 面对这么大的故障 你也会手忙脚乱吧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和耐心 况且 这次故障是由网络安全公司 Crowstrike的一次软件更新引起的 不是航空公司的错 楚天书 你可真会给航空公司找借口 他们收了我们这么多钱 结果却把我们困在机场 这怎么能让人不生气 这次事件影响了超过2200个航班 难道这是小事一桩 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应急预案 而不是让乘客自生自灭 我们花钱买的是服务 不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体验 谢琪琪 航空公司也不是神仙啊 这次故障的范围和影响确实很大 但你知道吗 Crowstrike可是全球顶尖的网络安全公司 他们也会犯错 再说 航班取消是为了安全考量 难道你希望航空公司 在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下冒险 让飞机起飞吗 这可是关乎人命的事情 楚天书 你真是个好人啊 总是替他们着想 可问题是 他们的应急预案呢 旅客们在机场滞留 无法获得及时的帮助 航空公司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 比如安排酒店住宿和餐饮 这样乘客就不会那么无助 这次事件也曝露了 他们在危机处理上的不足 这可是高昂机票价格背后 应该包含的服务啊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航空公司其实已经在努力了 许多公司已经发出了豁免 允许客户更改旅行计划 还建议乘客使用社交媒体 和应用程序来获取最新资讯 虽然这次事件确实不愉快 但我相信航空公司会从中吸取教训 改进他们的应急预案 说不定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有条理的航空公司 对不对 楚天书 你这个乐观派真让人无语 航空公司每次出事后都说会改进 结果呢 还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问题 我们的时间和金钱也是宝贵的 这次事件只是提醒我们 航空公司需要更加负责任 更加关注乘客的需求 不然 乘客们为什么要选择他们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些тов诗 perhaps 这种